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 今天做一个特别香酥的千层肉饼 一斤面粉一斤多的肉就能做四个大肉饼 全家吃的饱饱的 这款肉饼不需要发面 有电饼铛或平底锅就能做 烙出来色泽金黄 肉香四溢 外酥里软 绝对是一款又好吃又好做的大众面点 那接着咱话不多说 就赶快分享给大家 首先来和面 准备500克的中筋面粉 就是家里最常用的面粉 先加入两克的盐 再加入300克左右的水 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行了 用筷子把面粉搅拌成絮状 再揉面就不会特别的沾手了 面团成型以后不好用力 拿到案板上把面团揉光滑 揉好的面团直接分成四个剂子 然后把剂子简单的揉圆 接下来取过来一个盘子 刷上少许的油 把剂子放在里面 在剂子的表面也刷上一层油 然后包起来 放在一旁松弛一个小时 如果天气比较热 就松弛3到40分钟 接下来调肉馅 是用了750克 肥瘦3比7的五花肉 一般的情况下500克就够了 但是自己做嘛 肉馅肯定得多来点 肉馅里先加入30克的姜末 然后简单的搅拌一下 不喜欢吃姜的 可以把姜打碎 接下来添加一勺料酒 稍微一拌之后 加入4勺的生抽 半勺的蚝油 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再把材料拌均匀 接下来加入20克 大约两勺的食用油 再加入20克的芝麻油 我们这边叫香油 然后就冲着一个方向 把材料混合均匀 肉馅打上劲 食用油里面看着有一些残渣 是炸了花椒的食用油 这样做出来会比较香 但是也可以不用 肉馅打上劲了 材料也都吸收了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少许的盐 最后加入150克小香葱 切成的葱花 葱的多少无所谓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适当调整 肉馅调制好以后 就放在一旁腌制一小会儿 正好一块儿等待 面团松弛好 松弛了一个小时 面团就很软了 在手上和案板上 抹上少许的油 制作的时候 先把面团拉扯开 然后轻轻地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 尽量擀得稍微薄一点 擀得这个形状 尽量有一侧稍微宽一点 一会儿好风口 然后加入四分之一的肉馅 把肉馅铺平之后 边轻轻地拉扯着面皮 边卷起来 这样出层好 而且烙出来的饼也好吃 卷到头上 我们用这个面片了 把它包一下头部 不要让它露出肉馅儿 四个肉馅全部做好之后 放在一旁松弛个十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 把电饼撑预热上 烙饼之前用擀面杖 轻轻地把肉馅擀一下就行了 电饼撑里刷上少许的油 把肉饼放进去 用手轻轻地按一下 盖上盖子 先烙制几分钟 我感觉一般这种家用的电饼撑 功率都差不多 全程用中大火就行 先烙制个八九分钟 一面上色之后 刷上少许的油 翻过来再烙另一面 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就能烙好 当然我们也得根据自己电饼撑的情况 适当调节 千层肉饼出锅之后 那是相当的好吃 外皮焦酥 肉香四溢 再加上是刚出锅的 味道更是顶呱呱 做好之后不用脆吃饭 家里的调皮蛋就过来抢着吃 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 有文字版的配料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 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也祝大家生活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